2020年6月17日 汇丰的奇耀年奠定大仗 惠子首的身份 在香港时间五饭前后左右 汇丰全体员工收到奇耀年的电邮 字数上似乎是上任以来最长 文字上有遗世所逼 又有动之以情 不看标题第一段 还以为是有关疫情的慰问信 凡事总有进头 裁员总要重启 综合惠子首的电邮主调不爱付几个 第一裁员不能永无止境暂停 第二汇丰是要为下半年和明年准备 第三削减成本比4个月前更加迫切 第四不幸食无情鸡 大部分会在年内获发2020年的生酬 综合上述几点 其实惠子首的信息简单不和 基于裁员要预先通知 以6月17日起计算 汇丰全球裁员行动 一两个月内会即时开始 疫情转好或者变卖 其实都和裁员无关 更加重要就在于 子女行间 讲到生离死别 离受别墅 并且半预告补偿安排等等 似乎都是表明 整个裁员的特色是快狠多 有别于之前分批 今次绘子首操刀 可能采取一次过大规模的方式 有印象的话 金融时报5月26日 独家报道 汇丰董事会不耐烦 不单只要重启裁员 更加勒令 要加大研究重组的詳情 除了法国零售 和部分的美国业务之外 更加要撤出更多 或者缩减更多市场 两个星期左右 奇耀年就出手 证明的不是金融时报报道 正不正确 而是证明奇耀年 有需要尽快证明 董事会任命他错正是正确 讲白点 如果当日范龄被炒 虽在他启裁员 启重组 前居可隔 奇耀年即使未必当上 最受员工欢迎的老板 不过要做董事会 最爱的行政总裁 实在太容易了 对于奇耀年 条数相当易计 疫情的关系 今年业绩就形同way off 没有人会再拜 怪他派不派息 夹在香港 中国和英国三者政治之间 形象基本上就没有剩 所以此时此刻 重新炒人 声誉上已经没有荡耍可言 因为已经声誉无几 不过矜持一才 明年就会制造相当可观的 低基数效应 如果一切顺利回复正常 再没有支折 51美仙的股息重牌 随时加到你1美仙 回风大幻星遇上 和基数上的kitchen星 值得留意的是 背后处处都有 杜嘉琪的影子作风 又快又狠 追求尽快追求成绩 不少媒体已经报道过 杜嘉琪以及董事会不耐烦 认为12年前已经发现的问题 不断被拖延 这种不耐烦变相反映 今年斩透行动是由董事会力炊 不过就好像分析员那样说 董事会不耐烦之前 是有一批股东比董事会更加早不耐烦 裁员消息公布之后 恢复股价上升 其实是永远的遗憾 因为要大涨股价上升 仍然是要靠牺牲员工